早上又下雪了 冷吧 冷 我把火拍大一点 坐在这里就不愿意走了 一走的时候 其实感觉好像跟没穿 现在还好 就感觉没穿裤子一样的感觉 是啊 你这边还好 我那边有点冷 你都没调 可以了 你看 这个房子还是可以吧 遮风避雨的 还冬天保暖 这个好像比那边烤火暖一些 那肯定那边的话 把两个门开着 而且的话 进进出出人多 所以说里面 它的那个暖气的话就留不住了 不是 那边的房子太高了 你这个比较矮一点 它等于是 它不透风 这个空间大呀 感觉是 这个密烘的好 嗯 对 而且这个电子电炉在这里 直接把它固住 要是冷的话就把它固 盖在里面耳背吗 你这个房子那个时候花了多少钱呢 这个房子没有花多少钱 没有花多少是多少吗 没有多少 反正你说话老是喜欢忽言我 认真回复一下 到底花多少 到底花多少 我给你刷一下吧 嗯 刚开始 嗯 买水泥还有 碎石棉沙 这三样加起来的话 一千块钱不到 嗯 再然后就是 到这个地亭哈 嗯 总共是 四个人 然后一人二百二 一人二百二 嗯 多少钱 一千块钱不到 八000块钱 嗯 然后就是 这个棚子 这个棚子的话 是 嗯 总共啊 它算到展开面积 嗯 总共是 嗯 一百 一百 一百一十个平方 还是怎么样 多少钱这个平方啊 这个算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一百七 还是一百 一百八呀 总是这个房子最好一万八嘛 那光是这个等于这个棚子就是花了一万七八了呀 嗯 没有算这个这里面的东西啊 算起来就差不多两万了哈 就这样子光加这个棚子跟这个地皮啊 然后买那些东西都已经两万了 没有没有算那个东西 还有嘛就是之前那个地皮不是 没有台平嘛 高地不一样啊 然后我叫我这个爷爷过来把旁边这些地方啊 公文一下 哇你看这个弄得多好是不是 也不透空 这个又花了多少钱 四百那些是我给的我知道 四百 然后上去最好两万了哈 嗯 最后面就是这些七七八糟的东西啊 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像直播这里啊 五光灯啊 设备 嗯 设备嘛 还有沙发是你买的 那个茶具就是我买的 嗯 还有一个凳子啊 把它算起来 人家不是花了一两万五六了呀 没有 这个沙发就去了一千好几了呀 一千好几嘛 嗯 嗯 然后还有这个 这个电线这些哈 这个也是七百公元 你看这个 对啊 也是七百公元 然后茶具这一套 还有这个凳子啊 我说那些凳子是不是 嗯 还有那个电脑桌啊 啊 饮水机啊 这个不能算 不能算 你算到全都出来 是是 我说你特别喜欢忽言 那是我问你 嗯 你说你开始跟我说几天就过了 然后我还跟那个小玉米说 我说只花几千块钱 他说不可能 几千块钱也不可能 因为我这个人嘛 就比较单纯 你说啥我都相信 然后我 那时候我回来问你嘛 那时候花一万多块钱 现在没给我搞一下一两万多呢 哪里哪句话是真的呢 不是 当时我弄的时候 我想弄哈 我是想弄到哪里 你知道吗 弄到那个 放玉米呢 你这个猪圈上面 不是那个地方太窄的哈 我怎么搞到那里 就把那个四字围一下 用那个铁皮 就能不能 嗯 然后老喂 他就给我出个主意 嗯 那老鸡你搞那个地方 不是把这个地方搞起来好一点 这么宽 哎 我说我一想哈 有道理啊 那个时候我就想把那个铁棚 便宜一点 可能七八四块钱一个平方 那也要省很多 那个的话 搞下来的话也有 也要八九千三万呢 嗯 你认为那个便宜啊 那样子的话 这个花一两万多 那边的话花一万多块 但是那边 那边的话花不了一万多 一万多块 这里也是 就是搞那里 然后我一路 我又想 哎呦 我妈又跑过来给我出个主意 她说搞这个活动办法 又把我的这个念头都打敲了 我一开始说 哎这个又可以 我觉得 所以说 有句俗话怎么说 姜还是老的辣 嗯 我妈说的有道理啊 她说你要是搞那个铁皮房的话 冬天坐在里面第一个很冷 冷 夏天很热 而且这个的话 它是黄火 冬天保暖 夏天隔热 隔热的吗 隔热的吗 隔热呢 这个有这么厚 上面呢 一样呢 它上面也是 都是这个 你去嘛 是不是 嗯 嗯 这个休息也可以啊 我觉得 但是这个可是挺可以 坐在这里面很冷 你们看到小丽 每天在这里玩就说 哎呀 这里面真冷 小丽 哎呀 就跟 我们两个什么时候搞个这个房子啊 对啊 看什么时候过来 我就说 我说肯定这个房子 呃 卖给你吧 转身给你吧 但是这个花一两万多 还是有的贵 还是这个价钱 给点一下嘛 我们偶尔的时候在这里面啊 一家里面烤火 我觉得现在把这个房子做起来啊 这里面每天晚上的人都做得满满的 烤火呀 还有就是 你把那个修起来 你把它利用起来 怎么做 怎么做 然后到时候把它弄好了 我来好好把它里面收拾一下 嗯 每次晚上直播唱唱歌啊 这些啊 现在刚过年过完 是不是 都好没有走上正轨 两万钟 对我来说有点贵 但是没有这个的话也不方便 有这个的话 就是说方便很多 该放的钱就要放上去嘛 是不是 两万多再加个几万可以收复了 哈哈 那是不存在的 还几万块钱的 再加几万里十万块钱就收复不了 没有啊 有的房子它就是七八万就可以收复了呀 那小城圈 不可能 小城圈 你这房子很便宜的 小城圈不用了 嗯 小城圈没有房间 真的要在干嘛 是啊 我觉得这里面还是挺舒服的 说句真心话 比较软 比较软也是第一个吧 嗯 最主要就是你看 三兄弟是不是 嗯 有时候在家的时候 直播我们几兄弟一起直播吧 还要跑到外面去那么美 对 主要是直播没地方 之前的话都是在外面 因为现在冬天这么冷 外面根本没办法直播 是啊 现在像我们哈 谁有时间直播 谁想直播就跑进来直播 店长你可以把这个开个直播基地 就是直播一场 猪给他们 哈哈哈哈 都说买个电脑就放在里面 对啊 你们这四倍全部把它弄好 然后就 就是猪给他们 今天晚上直播谁直播哈 对 谁来哟 就我一个人来了 没有啊 你来哟 我也可以来 现在这里面 你觉得还差什么东西吗 就这样子 毕竟正确活动吧 现在我就是 最担心的一件事 啥啥 老房子里面 还有两三百只 鸭 那鸭 去年不是过年那个时间哈 我这个承受一直没有弄好嘛 然后弄得差不多了 然后我跟表哥两位又被碰姐那边 那个大叔要邀请过去 不是去铸铭嘛 给他家做一场吃嘛 去又是那么长时间 买一次 老的一直都没有卖自己的东西 是吧 那现在弄好了 就有空就直播呀 买一次 要把那个弄掉 没有捞得多放 对 这个放在那个 放在那裡 新的鸭肉搭里来的 实际上这个在这会儿越卷越香 知道 那个就是这个冬天 宅一只放在那边 灯起来边吃边放在小自己里面 正会有卷子挺好吃的 这个地方睡觉舒服 昨天我都靠着这么睡着了 又不能把这个带起来 把它盖起来像这样操 多舒服 那就这几天抽空 然后就直播一下吧 可能那些都弄好了 我们也很久没有直播了 也没跟家人们见面了 什么事情上见面 家人们有没想我们的 然后下午的话我把这个桌子这些玩意捡一下 反正一天唱唱歌这些 好多单位上的上班的 都在上班的 在外面打工的 就是在外面上班的 路过去去啊 过往远了都出去了 都可能慢慢的回复工作了 像我们在农村呢 就是等天晴呢 就要把土里面的那些东西炸草啊 炒着去啊 把它弄来 要把这个土弄好 你们这边不撞土豆的吗 不是土豆已经是因为就要撞土豆了吗 我们家里也撞土豆 有时候有时候种 其实前年就种 去年也种 去年也种 去年没有种 前年也种 我们是看到我们那边 一起想想的 整月的工夫 那月的工夫 是啊 等到我们这边都吃了一样的 年过完了 该干好就干好 你不过去 要干好 要回到我们走去 这是什么呀 给对眼神致体会